从小成长在澳洲家庭 就读昆士兰大学名校的班·史密斯 他拥有令人羡慕的成功事业和美满的家庭 然而他把这一切归功于一本书带给他的奇迹 班·史密斯 得到那笔创业奖金成立了第一家公司 史密斯尝到一点甜头后 开始花更多的时间 在研究如何赚更多的钱 然而商场打滚几年 并没有让他赚到什么钱 反而是身心举皮 班·史密斯开始思考 难道人来世上一遭 只是为了赚钱吗 2002年的年底 班·史密斯的哥哥给了他一本书建议他看看 当时的他只觉得很有趣 这本书还提到了练功 这更引起他的好奇心了 某一个周末 他找到附近的练功点 开始跟大家一起练功 班·史密斯 开始放弃对成功的追求 重新把焦点放在最根本的人生准则 真善神 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修炼人 要求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 做事情时 首先想到对方的感受 随着时间的流逝 班·史密斯的生意 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跟着好转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练功点的童修告诉他 自己有一块地 想找他一起合作盖房子 当他们完成这个合作案后 又有新的案子出现 到目前为止 他们已经完成15个住宅开发案 总投资大约是8000万美元 这让班·史密斯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他一直苦苦追寻的成功 竟然在他放弃对某件事情的执着时 一切水到渠成 我认为了解采访 真实,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每个一种这种执行 都很重要的 成功于我们的商业 我认识到早上 我认识到很详细 像真的详细与人 在每个阶段 通过一个project 是不值得 我们经常与很多投资者 在我们的project 他们可以很购乱 像我所說 能夠先把他們放在一起 而想到他們的需要 而要有這個愛情的心 我們也有投資者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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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當年 他感謝哥哥送他一本《轉法輪》 他的人生因此而改變 他更感謝李洪志先生 讓他明白生命的意義是什麼